据不完全统计 火车司机在职业生涯里会撞死20多人 他们通常是死于自杀 醉酒或是一个不小心 老王是即将退休的火车司机 这天一辆面包车卡在了铁轨上面 当老王看到的时候 已经杀不住车了 六位乘客血溅当场领了便当 事后老王淡定报警 并且清理现场 公司按照惯例 请了两名心理医生给老王开导 不过在听到他详细描述车祸现场后 两名心理医生当场抑郁 整个人都不好了 老王的家族是专门开火车的 他和他父亲还有爷爷 一共撞死了66人 当然了 他们并没有进监狱 因为法律规定 受害人自身造成的人员伤亡 铁路运输企业并不需要承担责任 老王和旺财相依为命 平时的爱好就是种花养鱼 每到清明节 他就带着满满一车自己种的花朵 祭拜被撞死的死者 不过每次祭拜 老王都被死者家属赶了出来 男主从小被父母抛弃 在孤儿院也得不到幸福 十岁的他一时想不开 决定卧鬼自杀 幸好老王及时发现千军一发之际停住了火车 得知男主的遭遇后 老王收养了他 两人住在废弃的车厢 邻居是一对开火车的夫妻 这三个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膝下无子 多年前 邻居的儿子喝酒喝多了 他没能听到火车的喇叭声 被老王给撞死了 不久后 老王的妻子在铁轨上和他打招呼 由于两架火车的声音叠在一起 妻子没注意到身后的火车 就这样领了便当 这件事成了老王的心魔 他总会幻想妻子并没有死 还活在身边 很快十年过去了 男主长大成人 在老王和邻居的熏陶下 他想成为火车司机 然而老王并不同意 因为火车司机需要全神贯注 肩负很大的责任 就这样 男主被迫去后勤上班 每天的工作就是洗车头 简单而又枯燥 这晚 男主遇到了老司机阿伟 得知他的理想后 阿伟手把手叫他开车 直到玩火车的基本操作后 阿伟跑去睡觉 让男主独自开车 看着前方黑暗的环境 男主越发紧张 眼看车速飙到了100公里 男主连忙打电话给老王 在老王的指挥下 他更加的慌了 坐立不安的男主选择了跳车 奇迹的是 他并无大碍 只是受了点轻伤 知道男主贼心不死后 老王传授老司机的经验 两人一起锻炼身体 模拟开车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很快 男主成为火车司机 老王和同事们庆祝一番 期间 这群老油条向男主分享经验 男主第一次开车就厌浮不浅 调度员女主看上了他 做了一些小火山进山洞的事情 很快半年过去了 战战兢兢的男主并没有发生车祸 这反倒让他惶恐不安 患上了抑郁症 他总是担心有人冲出来 死在他面前 所以每道岔路或者弯道 男主就停下火车检查一番 得知此事的老王决定解开他的心魔 他给准备自杀的眼镜哥100欧元 让他躺在铁轨上面等男主撵过去 拒绝男童的交易后 老王决定亲自出马 他想用自己的死亡 解除男主的焦虑换来他的成长 老王查看男主的列车时刻表 掐准时间躺在铁轨上面 万万没想到男主延误了 而且前方出现了意外 阿伟 阿伟想闯红灯 结果铁轨卡住了他 数千吨的火车根本停不下来 就让阿伟领了便当 经过一公里的制动距离后 火车停在了老王面前 结局最后 男主解开心魔 成为专业的火车司机 老王也彻底放心 和喜欢自己的姑娘 开始新的生活 故事就此结束 最后呢 也没什么好说的啦 祝大家新年大吉吧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